63岁私生综艺主持人徐乃琳 纵横演艺圈40年 日前刚升格为外公的他 有孙万世族 每天都沉浸在陪伴爱孙的喜悦中 而日前徐乃琳第一次以阿公身份过年 他大方表示自己包了五位数给孙子 被亲友工作人员也毫不吝啬 好洒70万 据三立新闻报道 今年过年可说是徐乃琳最开心的一年 徐乃琳小儿子在美国读书 结束大学四年 博士五年的读书时光后 今年终于回台与家人团聚 准备休息三个月 再飞回美国工作 加上日前出生的外孙孟果 徐乃琳非常满足 隔了二年 小儿子终于回台 孙子孟果也一起过年 今年可以算大团圆了 而昔日徐乃琳与曾国成 共同出席开工录影时 徐乃琳透露过年 他到新加坡表演 也顺势带着全家到当地旅行 他兴奋表示 这是第一次跟外孙一起过的年 谈到外孙满脸都是疼爱 出手也非常豪爽 淡然表示 没有很多 包五万块不多拉 引得全场惊呼连连 一旁的徐凯西木邓口呆 我这辈子收获的红包总额 都没有超过五万 对孙子豪不吝啬的徐乃琳 也懂得慰绕家人工作人员 他透露今年撒出去的红包 钱将近七十万 今年过年真的好可怕 节目工作人员里里外外 加上长辈等 我算一算花了六十七十万 对过年撒出六位数心惊不已 不过他也笑说 一年一次没有关系 强调这个年过得非常开心就值得了 曾博成则说自己只报了四五十万 后来想想不对 便笑说 也不能说只有拉 也是一笔开销啊 徐乃琳也不忘透露大儿子徐欣扬 近期加入胡瓜主持的民事最强纵意秀 成为固定班底 与同为新二代的胡适安搭档 徐乃琳表示自己并不知情 儿子那么大 我也该放手了 花哥一定会照顾他的 我以前也是跟花哥做百战百胜 有革命情感 也喜悦分享 徐欣扬的婚期定在九月 有好消息会通知大家 好消息会通知大家 好像辞讯了一家中平台 地区 五个月 订阅